太阳亚伯禄腿开场 叫粉丝开心就站起来 太阳以一身白色型格开叉长裙为演出的头阵 少女时代成员太阳 一连两晚于亚洲博兰馆举行香港战巡回演唱会 约于六点半让观众陆续入场 现场保安严谨 除了设有金属探测器 门外更有一只专业全纸巡视 防止爆炸品及危险物品 约七点十五分演唱会正式开场 身穿型格白色开叉长裙露腿的太阳 唱出一曲Ur 登场 翅膀 Fill for Fight Me I did make me love you 等歌曲 现场粉丝们挥动粉红明光棒 太阳又不时向粉丝挥手及做出心心手势 气氛热闹 唱B4首歌后 太阳以广东话跟大家打招呼 说 大家好 我是太阳 他说好开心来港开个人演唱会见到大家 起初他看不清楚后座的粉丝 现在看得很清楚 更未看到不少可爱公仔跟字句 他说 大家开心的话 可以起起来 但要小心 另外 现场有粉丝生日 他急向着台下说 你今日生日 生日快乐呀 多谢你生日也来捧场 太阳又说今次演唱会 作为送给粉丝们的礼物 并大赞粉丝的韩文很好 之后跟粉丝道说我爱你们 摄影 罗安强真当罢了 陈关希和秦淑陪 被报为女儿举办百日宴希浪娱乐训 6月12日 有网友报出陈关希和秦淑陪 为女儿举办百日宴的照片 陈关希抱着女儿尽显父爱 而陈关希女友秦淑陪 在孕期一直保持超模身材 丝毫未见运度突起 但产后尚为暴涨明显正能量偶像 王俊凯高考后主动打扫考场 据台湾媒体报道 王俊凯日前参加高考 在9日顺利考完试后 被一名学生家长发现竟然主动 和同学留下来帮忙清理考场 王俊凯高考第一天 被一群女粉丝追逐 不仅影响了考场秩序 也让同学们没办法装住考试 9日2017年高考顺利落幕 有家长到重庆八中的教室时 意外发现有学生在打扫 没想到其中一名就是王俊凯 让他相当震惊感动 班主任也特别表扬 八中的孩子无论是谁 都始终知道怎么做人 这是小凯学生时代 留给八中最后的劳动 我为八中的孩子骄傲 王俊凯的同学 也在微博中大赞王俊凯 三年从来不敢设计 跟他有关的消息 但是这次全班 都打算站出来为他说一次话 确实高三后期很紧张 他都会说段子逗 全班校缓解气氛 考试也会和同学们 一起加油打气 全班都在尽力的帮他打 私生和来为官的人 亲和力100分 不愧是正能量偶像 风拱的徒弟 当年的女神 如今胖成这样 心愿想嫁人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一个胖胖的 很有中国喜感的女孩 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不知道你们第一次 是在哪个节目里面看到的他 有可能是欢乐喜剧人 有可能是喜乐街 也有可能是奔跑 把兄弟里面客串嘉宾的时候 甚至有可能是在网剧欢喜密探里面 大多数人第一印象就是一个讨人 喜欢的女胖子 她原名贾玉玲 毕业于中央歇旧学院 中国喜剧女演员 师从冯孔 如今在相声界成就很高 没有人是天生的胖子 贾玲也不例外 她贾玲出生于湖北省襄阳市 一城市 父母均为普通工人 姐姐贾丹供之襄阳电视台 贾玲在2005年 考入中国广播艺术团 并拜分拱为师 不过当时的贾玲可不胖 是一位标准的大美女 贾玲女青时的照片 只见当年的贾玲身材苗头 颜值爆表 网友笑称 贾玲也曾经是女神 今夕对比 简直不要太残忍 年轻时的贾玲 因为你管不住自己的嘴 而活活的吃成大胖子 如果贾玲瘦下来 你会喜欢她吗 如今年我35岁的贾玲还是单身 已是大灵圣女的贾玲 表示自己想嫁人 现在这个体重 就连包贝尔都拿出了吃奶劲 才能抱得动正能量偶像 王俊凯高考后主动打扫考场 据台湾媒体报道 王俊凯日前参加高考 在9日顺利考完试后 被一名学生家长发现竟然主动 和同学留下来帮忙清理考场 王俊凯高考第一天 被一群女粉丝追逐 不仅影响了考场秩序 也让同学们没办法装住考试 9日2017年高考顺利落幕 有家长到重庆八中的教室时 意外发现有学生在打扫 没想到其中一名就是王俊凯 让他相当震惊感动 班主任也特别表扬 八中的孩子无论是谁 都始终知道怎么做人 这是小凯学生时代 留给八中最后的劳动 我为八中的孩子骄傲 王俊凯的同学也在微博中大赞王俊凯 三年从来不敢设计跟他有关的消息 但是这次全班都打算站出来 为他说一次话 确实高三后期很紧张 他都会说段子逗 全班笑缓解气氛 考试也会和同学们一起加油打气 全班都在尽力的帮他党私生和来围观的人 清合力100分 不愧是正能量偶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